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鸡字 鸡同的鸡 鸡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鸡,一声鸡 鸡一鸡 一声鸡 凡不以问疑,就叫做鸡 是古人占卜鸡胸的法术之一 又叫做伏鸡或者是伏鸾 伏鸡是从前农业社会中 解释人的鸡胸修旧 或者是替人处方至极的一种方法 像这种伏鸡问补的事情 因为过去明智未开 知识落后 尚可原谅 而如今科学昌明 我们已经进入了开发中的国家 我们已经进入了开发中的国家 但是右边这样写的鸡胸修 在说明鸡胸修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传说中龙的家族将更容易了解这个字 据说熊龙的头上有脚 词的则没有 球就是传说中有两脚的小龙 通称为球龙 球这个字又当盘曲来讲 如球梅就是指树干弯曲盘绕的梅树 而曲盘绕着的胡子则叫做球然 像在隋朝末年 封城三峡之一的张仲坚 因为他有一脸全曲的红胡子 所以又号球然克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由于球字不多见 有的人误念为渣字 如果说把球然克读成了渣然克 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